大家好我是小花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要拍的是茶話會的基本版 很特別的你可能在今天會看到兩個視頻 一個是茶話會的基本版 一個是茶話會的進階版 因為在昨天的時候 我有收到蠻多的思緒 還有包括我在影片上的留言的 小哥哥小姐姐想要知道茶話會怎麼玩 線上看到也蠻多台主的拍到這個部分的 然後大家的角度都不太一樣 我個人經驗的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們的經驗版有講到一些茶話會的其他的部分 所以我們的這個基本版 只跟大家講一些基礎的概念 讓你知道一下茶話會 茶話會在我們的61集的時候 會有這個引導任務引導你開啟了 因為我的台服的部分要明天才會開啟 所以我還是利用我這個陸服的帳號來跟大家說 然後我們這個美國一天 就是今天如果你收完苗圃的話 隔天的五點鐘它就會長 就是按道理來說 就是每個一天都能收穫一次我們的苗圃了 好了我們這個茶話會的這個 管家會跟你 寫成這樣一大堆喔 然後我們來看到這是我們的苗圃 在我們的家人的右邊 然後在我們開啟這個苗圃的時候呢 它就會自動生長 就是你只要進去採就可以了 就跑進去那有點收穫喔 然後這塊田都是你們家的 然後這邊的布置是都不可以自己再布置過的喔 在我們的收穫當中呢 就有可能就是它會送你種子 我有嗎?沒有!好吧再見! 好啦我們這個種植我們的苗圃要求 我們的風水到一千三百五十喔 我覺得玩到現在呢 你如果風水沒有一千三百五十 是不是加圓是加圖四比啊 還是不知道怎麼加啊 這個簡單跟大家說一下這個風水的問題喔 我們風水的部分呢 一定是要來我們點加劇列表 然後你會發現你點一下景顯示可使用的主件 在奇珍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所有這個奇珍的部分 你每個都要做一個 除了每個都要做一個以外呢 奇珍的部分是每一個都要放下去 尤其像雕像的這個 它右上角寫生效二對不對 就把它放兩個 我在台北看到很多人他們都只放一個 然後就好像說風水有什麼上不去喔 因為你沒有看到右上角寫放兩個 尤其像看這把琴喔 這把琴屬於戀青商的這個好感度的 然後就要放兩把 然後這個好感度我也忘了是誰的 然後也是其中一個好感度 我忘了喔 反正就是我們的好感度的四集都會有這個 然後就會這要放兩個 喔這個琴好像不是戀青商 好像這個才是 然後這要放兩個 有沒有看到右上角還有這個棋盤 要放兩個 放了兩個的風水就是double喔 然後其他的每一個大家看到就是 我們後面的什麼裝飾啊圓景啊 家具的建築啊牆地的灰派啊 它都是一個的沒有兩個的 所以主要是奇珍的部分喔 大家記得每個都要做一個 每個都要做一個喔 它就是風水啊 你這個風水還不滿足種田 是有點誇張了 然後大家可以點提升風水的部分 然後看到這個室內室外喔 這個室內室外的這些家具呢 就是風水最高的家具 它有時候家具的室內幾個 室外幾個 牆地幾個 裝飾幾個 你就要根據這個部分喔 然後去放風水最高的 不管是放室內跟放室外都可以 放風水最高的就可以了 然後它就會激活最高的風水啊 這樣你一定可以種田的啦 然後還包括這個 我們的 這個是我們的釣魚的排行榜 然後獲得 其實大家都有機會啦 我現在台服還沒有拿到 還有這個書櫃的風水也非常大 書櫃是肯定要放的 我們都會到別人家讀書 難道你不去嗎 還有雕像的部分呢 雕像可以升級我們的雕像 升到頂級會加四圍 雕像是有升我們的相應的風水的 所以喔 如果到達這個我們的六十一級 然後你還沒有辦法去種田 唉 我就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了 好 在我們收穫這個 隨機生長的花草之類的 它會隨機給你的碎影 還要給我到我們的花喔 因為我等級比較高 所以收到聽比較多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是 大家是看到我們的相存當中 有賣28888金票的這個 2888金票的許願石對不對 你看有沒有收穫金工材料 三級的還包括我們鞭石的那個經驗石喔 然後那個有個許願書對不對 我們其實一般的無課小課 奈米課是不會去買的喔 因為那個許願書給了一萬幫共 說真的不夠點 然後還有我們的投資報索率不高喔 這屬於中大課或是大家覺得有需要的人去用的 因為說真的到現在 我們看一下我的關於幫派的部分喔 我其實點不滿 我是真心點不滿 一個是缺碎影 還有一個是缺我們的幫共的部分喔 所以我們一般就是如果你不去買商城不是大課的話 要靠存的方式喔 那因為後面的集又開始卡集了 大家也看到我已經沒有什麼主線了 又離81 所以到81就是我們的61到71之間這段時間呢 我們的包括狼吻阿 狼吻如果你不課的話 要點滿的概率有點低 但是就會接近到等級最高 然後我們的幫共的話也會點到滿喔 所以這邊還是要特別跟大家說就是我們的幫共的部分 可能最後這一排喔 就是點到10就先放著 不用在那邊搶點要存著 因為後面有更多東西要點 好了講到許願書的部分 是因為我們在隨機收穫這個 我們種的苗圃喔 或是在隨機種的苗圃當中呢 它會獲得許願書 我至今收穫這麼多次苗圃 我只收穫兩次許願書喔 不知道是運氣不好還是怎麼樣 還是說它的概率並不高喔 在我第一次收穫苗圃的時候 就有給許願書 我不知道你在第一次收穫有沒有 我明天就知道了 然後現在的話 就是我只在61集收穫一次 然後74集收穫一次 至今都沒有收穫 但是我覺得收穫進攻材料也是不錯的 因為我現在收了很多很多的進攻材料 因為我們琢磨需要非常的多 另外大家有說過他想要我拍大家的 就是我個人的經驗的 這個自我功利的自檢的部分喔 所以這個再細一點的東西 我再慢慢跟大家說 就是我個人的經驗會跟一些大神們拍出來的攻略 還是有些出路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 畢竟我是刻意在六福 完全不花任何一分錢 然後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這樣才能跟大家做真的 就是 能給大家展示到真正的道理功力是多少是多少 因為你有刻過精神再跟大家去解釋的話 你的角度不太OK 我認為也不太OK啦 因為畢竟你花過錢 那有什麼好說的 我就是沒有 我就花了個手出 所以我能給大家更多的就是分享的部分 也希望我的影片對你有用啊 好啦 我今天就這樣全部滿集了 是不是很快啊 什麼都沒有幹 然後剩下的部分就是來捉摸 好 先不點這個 今天講茶話會我又扯遠了 好啦 我們在這個收集完之後有沒有看到 如果你沒有種子的話呢 它就會在每日的五點鐘自動生長 就是明天早上刷新的時候 它就會自己開始找了 今天是星期五喔 所以我們的茶話會呢 可以開啟喔 等於我就是我一般懶得去開 是因為就是不去找這些蔬果 我覺得它麻煩 那如果你想要這些蔬果也OK 你可以根據我們的 你可以根據我們的 這個好友度的多少 還有家族的這個成員喔 就幫他成員到底有多少 然後你們就可以來就開茶話會 因為可以要到相應的東西 那每個人可以開一次 然後你都可以參加四次 四次喔 但是如果你參加完之後又想參加 就是家園這個 有人需要你幫忙的時候也可以幫忙喔 好啦 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把這個 我們的花都賣掉 我當時想說這花是不是可以來擺喔 沒有耶 賣掉之後呢 就來到了家園的商店喔 因為我現在家園等級比較高 所以我們一開始都只有這個180的種子 這個碧玉蘭種子是要在後期才會有的 然後這個紫蘆的種子也是後期才會有 有沒有看到我們的這個 這個只會得到碎莹這個種子 然後後來這個會有精工材料 就是碧玉蘭的部分 那紫蘆呢 會種出我們的家園物資 然後可合的玄天石墨 冷紋碎片還有絕食原品的心法產業 即可碧玉蘭種子在七十一集還是在 應該是在七十一集 才能出現的 然後這個紫蘆的種子也是在我昨天的時候 前天的時候 七十四集的時候可以看到的 還有比萬花比暗花的種子也是喔 所以大家有沒有看到它非常的貴 因為它會種出心法 所以種田的重要性不需要我說了吧 然後到我們七十一集之後呢 會有雕像的部分喔 在六十一集的時候是不會出現這個選項的 它只有這個 家園的土質 種子跟鮮果喔 那我們種子的部分就是 你懂這個不用解釋吧 那我們會推薦大家先怎麼樣了 如果你是玩風水的 像我是要玩家園的 我就一定會先換家具 還有大家不要誤會好像一開始有非常多的家具 沒有一開始就大概只有一點點 就是大概兩拍而已 隨著等級的提升呢 家具有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多喔 然後呢也是隨著等級的提升 一開始沒有雕像它還會出雕像 大家看了雕像之後不要 要冷靜千萬不要去買 因為如果你沒有認真打畫本的話 這都已經滿了千萬不要買 千萬不要買 千萬不要買 然後鮮果的部分的兌換呢 其實就是根據你啊 開了家園的茶花會的程度了 像比如說 像我那個 欸 我今天剛好升級喔 最高級的這個茶花會我也出來了 之前跟大家推薦的部分呢 是來到我們的這個 每個茶花會有不同喔 欸它這個有更新正確呢 好我昨天拍進階版的部分呢 欸有沒有看到 這四個五個 四個五個 好昨天拍進階版的部分呢 它展示出來的東西有點不一樣 但是根據今天的部分呢 就有滿明顯的發現 我們的茶花會呢 隨著我們的家園風水的升高 然後得到的東西也會越來越多喔 欸昨天部分其實是藍色比較好欸 它今天轉性了嗎 它今天轉性了嗎 誇張 好啦我們也有最高的這個 家園的風水值能換到更多 當然你要知道隨著我們的開的茶花會的這個 相應的不同的東西越高 要求的東西就越多 所以呢這個時候 如果你想要開這麼大 比如說像我這種十六級要開到 這麼高的茶花會 然後獎勵更好的部分呢 我們就要找更多的人 還有包括他們會種田 然後大家一起來兌換喔 那這個東西 我們在進階版 有簡單跟大家去說過了 我就不再說了 只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完整的部分啦 好啦這就是我們關於茶花會的 基本的部分了 然後這個家具圖 大家記得把它打開 然後這是排樓喔 那提升我們的風水的方式呢 它是在處理家具 它告訴你哪一塊喔 呃排樓部分應該是在排放吧 這個我有時候記得很亂 對是排放對 至少一個它就加一個風水 至少一個它就加一個風水 有沒有 OK就這樣 好啦這就是我那個 今天跟大家說茶花會的基本版喔 所以基本版跟我們的進階版 合起來看就可以啦 好希望你跟我一樣 就是小顆五顆奈米顆的話 你家園可以排這麼高 我真的是很不容易 硬擠到這麼高 你看前面哪個不是比我高的 好啦我是小花 希望我的影片對你有幫助喔 如果有對你有幫助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分享按讚小巴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麼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啦 謝謝你拜拜